好 我們剛才說我們教你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空氣在傳聲音嘛 那空氣是怎樣傳聲音的呢 我們叫個圖示 這個圖示呢其實呢就是這個意思 我先用我的手給你示範 然後呢我們再給你看 敲 震動 敲 在這裡 我們放在這裡 好 現在我們 轉移一下 在這裡嗎 敲 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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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壓 便秘 變得比較密集 壓縮便秘集 拉回來 變鬆 壓過去 變得比較密集 所以一直這樣子弄就會 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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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出去 然後呢空氣的分子就這樣一鬆一密 聲音這樣傳出去 所以它是什麼波 是哪一種波 是哪一種波 很好 所以這就是這個圖上面顯示的意思 打一打壓一壓震動 就壓縮空氣 那就使它變成密布 拉回來 就會變成疏布 然後不斷的震動 就不斷的有一鬆一密 一鬆一密 好 靜靜 鬆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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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不斷弄弄弄 那就會有一鬆一鬆的狀況 所以呢 就不斷的震動 不斷的產生鬆鬆的情形 突變的情形 這樣這樣 一鬆一密 一鬆一密 磨擬的狀況 好 磨擬的狀況 所以你就曉得一件事情 空氣傳生是一種什麼波 疏密波 前面說疏密波 是什麼波 重波 Keyword 重點 空氣傳生是重波 也就是介持的運動方向 跟波的前進方向 互相怎樣 平行 平行 OK 總波 而且你可以知道 你敲東西的震動頻率 就跟空氣的來回頻率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你的本身的震動體的頻率 跟空氣的頻率是相同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一樣的 那這是空氣傳生 固體也可以傳生 液體也可以傳生 但是呢 這兩個傳生的方式 我們基本上 國中是不討論 我們國中不討論 我們就只管空氣傳生 你就記住 主要講過這一段的重點 就只有一個 哪一個 空氣傳生 音是 重波 那你要記得 什麼叫做重波 好 戒指的運動方向 跟波的前進方向 互相平行 重波又叫做 舒密波 把這個事記住就可以了